前軍, 等會去聖誕派對 不知道穿什麼好呢? 這些日子當然要穿到全場足錄 或者參考一下軒功 他整盞水晶燈都上了 他慶祝入行20周年的 紅鬼秀昨晚投場 很多星星也有去看 紅鬼秀 紅鬼秀 因為我情深愛你 以靈魂來哭泣 感覺多數是 以無緣無緣無 問你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各位朋友們好 各位先生 謝謝你 Kerry 我看得慌張 永遠都要負上風帶 如此當演唱會 錯過你兩邊就很空虛 謝謝 謝謝 還有我掌聲的掌聲 我們的特別嘉賓 Kerry成文藍 各位朋友 你好 喂,希仔 很久不見了 對了,上次你邀請我來演唱會 三年前 這次我已經第二次做你演唱會了 喂,你現在是否人緣不太好 沒有朋友 怎麼邀請我都是我的 我喜歡你 其實呢 我今晚終於有機會說這句話 我這次聽得最多的這句話 其實我小時候就聽了這句話 聽不懂 不是… 那你組織得到 對…我知道 喜歡聽這首歌 我喜歡聽誰要放手 那是我記錄了一段 十月大賽,陳舟初開 很浪漫後 是的 是的 即是你初戀的 差不多 那是你… 他先放你手還是你先放你手 說這些 是的 為何請嘉賓會變成… 這些嘉賓很奇怪 那次是… 大家一起放手 很可惜 隨便放手,怎知道大家都願意放手 真的嗎 對… 我很開心吧,剛才和你唱這首紀念日 是的 最初你叫我來,就說要唱紀念日 那我就想想,哎呀 我和燕仔有甚麼,和你有甚麼值得紀念的呢 我想來想來想不到 哎… 我今天來到 我想到了 就是你的樣子還給我聽 為何要唱這首歌 我樣子很值得紀念 對,只是一個字而已 不是你,而是你很乾淨的 即是你很乾淨的 因為這首歌是我和馮德倫 昨天Mark 他們當時的組合變成乾淨的 那是… 你覺得我很乾淨 是的 我本身很乾淨的 有時候師傅就很乾淨 你很乾淨,很乾淨 我吃大水 謝謝 謝謝你,很開心 真的… 因為Kelly對上 那次演唱會嘉賓之後 其實也很少見到你,很開心 是,不過我有留意你的社群網站 是嗎 是呀,你的社群網站 很喜歡鋪的那個… 你的姐姐 是 煮的菜很獨特的 是 其實我想請她 是呀 她… 她有些同鄉可以介紹 因為我也想像你這樣越吃越瘦 是怎樣的 不是,其實… 她煮甚麼味道和同鄉都很慣 如果你請到同鄉 她就可以煮得這麼清 如果你喜歡吃得清 我會有一個人介紹給你 你不用請她 她很喜歡幫你吃 我媽媽 伯母嗎 我媽媽這期煮的英泥 水泥的早餐 真的,她甚麼味道都沒有 好像沒有吃東西一樣 譬如說,我通常11時吃早餐 我10時半就沒了 伯母,你為甚麼煮的英泥 伯母 她說那些對身體是好的 因為是各種豆類的攪拌 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媽媽去到某一個年紀後 都喜歡做一些古葬的事 你沒有啞 天后真的是風趣 學你吧 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先賣八卦 謝謝 不過可能她壓力很大 所以算錯了 有一點 大家看到我 今晚的衣服 又是沒有錢 又是沒有口 可能算少了這些布料錢 正所謂呢 我現在趁著青春樓線拍 剛剛那個大DV 和今晚這個大老輩 其實都不能見到多少次 大家拍得 我看到有些朋友 戴了長長短鏡 拍得就拍了 唉,這樣也要有票入場才行 沒有票,你就在家看電視 今晚有兩套新劇首播 CAS也很厲害 是呀,今晚就終於不用看 雷神和雄方之力了 或者是李賢緊隔空過招 男拳媽媽彈頭 誰說的 有台灣節目找了記者 大爆九年前 黃力宏戴女 翻歸的過程 說黃力宏很謹慎 不會用真名 又不會自己開門 之後又再有 林俊傑儀卷桃色事件 她早兩天發了聲明 但今天又有網民 再拋出疑似 跟JJ的對話截圖 即是所謂的指證證據 聖誕家,讓我休息一下吧 那不如介紹你看26日 草猛的網上籌款音樂會 下集五點開始 為香港癌症基金會籌款 慶祝戒節之餘 還可以做善事 一舉兩得 好像由姜糖成立的 姜濤姜糖張心比心義工團 化身聖誕老人將愛傳到世界各地 單單在香港 義工團就將籌得的18萬港幣 買了100份禮物 給有需要的小朋友 你說在姜B 最近我們田木雜族 搞了個2021年度 戚測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的民調 想看下大家的心水是甚麼 以及聽下大家的心聲 12月31日的零時零分就截止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你有沒有叫朋友投票 當然有 乾怪那送個小鮮肉給你 嘩厲害了 因為接下來我最新的主打歌 女同學要拍MV 所以出動到當然要 家庭兩父子一起合拍 才有嚴重性大的效果 所以就要找我兒子出來 為甚麼呢 因為這首歌叫女同學 我坐這個時光隧道 回到我中學的時代 跟女同學的生活變段 所以特地找回一個 真是學生 仍是學生的朋友 去演繹這個角色 比較有說服力 最簡單是因為我們沒有預算 外面有這麼多帥子 又有年輕 不過就是我代替 他代替 總之他說要一個男生 太帥子就搶他鏡 所以就說我兒子 一個奪奪仔就搞定 有學生歌 有年輕 純粹是因為這樣 我們應該是不夠預算 請問女同學 今天是你懸賓的 女同學今天是怎樣的 誰是口味 對嗎 口不口味 是很難說的 最主要是 我合不合她們口味 對 你現在是 甚麼狀況 婚姻狀況 不是 感情的關係 跟你小時候差不多 你怎樣我就怎樣 你專一我就專一 你花心我就花心 我跟你學習而已 Pat哥 嘩 說這種話啊 師兄 真的 不怕 今天 其實你媽媽也有在幫你打氣 順便說 找媳婦 哇 Patrick也挺開放的 兒子還沒讀完書 就已經找媳婦了 可惜給Map 我已經一百年多了 你知道就好 用心做事吧 今天先說到這裡 祝大家聖誕快樂 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 不思議 有 不思議 不思議 他們 歹